乾坤万年歌相传为江子牙所作 每七字为一句 总共106句 因为它结尾两句是 行人行义立乾坤 我今只算万年中 所以被称为乾坤万年歌 乾坤万年歌的推演方法 是用五星三元结构来进行的 首先是要确定黄道十二宫 依据二十八星宿定位 可以推演出上三元 中三元和下三元 总计九万年历史 所以江子牙这还是搂着呢 没有敞开 那意思我就意思意思 是吧 我玩玩就算一万年就得了 我要愿意 我能算九万年 那么为什么它算了一万年 而推背图只算了 唐代之后两千年的历史 它不如推背图之名呢 是因为它没测准吗 不是 这就要说到乾坤万年歌的 推演漏洞 这个乾坤万年歌 中间有两段测不准 根据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 推演任何事物 都有一个起点 而这个起点就是灯下黑 所以它有一些内容 是测算不出来的 是它自身的测算方法的问题 乾坤万年歌一只脚踩在了下朝 另一只脚则踩在了清朝 那结果就是 它测不出来下朝前后 一千零五十年的历史 这还没什么 关键是从李自成进北京开始 到未来的公元二六零五年 这一千多年 它也测不出来 那我现在跟你说六百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你有兴趣吗 跟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关联 所以乾坤万年歌没办法讲 这是他的知名度 大大不如推背图的原因 请点击关注 收听下集 给他讲讲 金灵塔 碑一文